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天 我拿到這一塊褲子長版的部長 好 就這樣 試試看 好 剛剛摔第一次 還好我有帶護具 太好了 好啦… 三點五十一分 我拿了這塊PUSH的長板 我把前面的輪架改成 那個衝浪滑板的那個支架 然後現在到河濱的溜冰場試試看 上這波完全是沒問題 其實還有幾位的胡倫克第四堂 還沒有上 因為他們都沒有把握不敢上 對啊 不然我是很想把他們揪在一起 但是他們覺得大部分是假日才有空 那假日上第四堂其實有點危險 不知道再看 總是有機會會約起來 然後到溜冰場 這裡沒人 唯一帶的護具就是護長 因為很怕鋪接 好就這樣試試看 好剛剛摔第一次 還好我有帶護具 你知道怎麼摔的嗎 因為這個踩下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磨到這個輪子 這輪子太大了 我可能輪子要換小一點 他磨到輪子之後呢 就卡住了 結果剛剛不知道怎麼摔的 還好帶護具 完全沒有怎麼樣 我如果不是輪子太大 卡住 這個輪子太大了 會卡到這個地方 如果不是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會蠻紅 好就這樣子試一下而已 還好真的是還好 不然這個手掌撐下去就受傷了 回去改輪子吧 輪子改小一點 或者是把這個輪架再墊高 好快閃滑了一下 4點5分 對 這個有時候就是真的不能鐵齒 我剛剛就有預感 因為我完全沒有滑過推開板子 所以我有帶護具 感覺賺到了 你知道嗎 因為常常我們帶護具都不會摔 今天帶護具竟然剛好摔 而且剛剛摔的摔法是完全沒有預測到的 我甚至是摔的莫名其妙 原來是輪子就卡到定竿 好啦 今天就這樣 禮拜天 你們看影片禮拜二 我回去就不錄了 我回去要把這個板子研究一下 看是墊高還是改輪子 OK 掰掰 現在這樣就不會磨到 這裡跟這裡不會磨到 剛剛是這裡跟這裡磨到 好